我的印象當中沒有跟他過過父親節 他是胃癌 發病到離開大概四個月 沒有揉揉他 泡泡他 我家人沒有告訴我 一直到他大概到後期的時候才告訴我 人生無法崇拜 心臟有多分的家庭 然後是就定時回診 就是 對 三個月回診一次 然後就每天要吃藥 細殺青之後就沒吃 結果不行 被醫生罵得要膿 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要來回診之後 我會幫你檢查 是不是要檢藥 再說你不可以自行停藥 因為我以前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跳到我自己會害怕 就是這樣蹦蹦蹦 就那種心臟會很大震動 然後自己害怕才去醫院 然後後來我覺得 沒拍戲啦 我生活好像比較放鬆一點的就可以 應該不要太依賴他 結果就不行 還是要經過醫生評斷 印象中會生的 跟爸爸做生的過程 幾乎在我的印象當中 沒有跟他過過父親節 而且他是一個很有威嚴的人 對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少接觸他 就不要靠近他 但是心裡的愛都是滿的啦 爸爸那時候生病在一陣子裡 待很長 大概從他發病 他是胃癌 發病到離開大概四個月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家人沒有告訴我 一直到他大概到後期的時候 才告訴我 人生無法崇拜 因為我習近平 在你的藝術中 就是你 有任何的藝術中 他們會不會想到 還是有任何的藝術中 才能風格